好不過講到各國的國情不同 我們當然還是要來關心一下 美國總統大選 拜登是再度的親上火線 說明自己退選的原因 只是這一場美國選舉 因為賀錦麗的浮上檯面 現在又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嗎 現在美國的選情非常的吊詭 因為在美國的各家民調裡面 現在看得出來是拜登跟賀錦麗互有領先 每一份民調顯示的結果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也請教敏寬 只是更多的美國選手最在意的 竟然是拜登說到臺灣的這個問題 所以不斷的跳出來 提醒這兩位候選人 現在在美國想要放棄臺灣的選項 已經不再存在了嗎 阿民寬 沒有了臺灣就沒有了計算 沒有了計算就沒有高科技 那各位臺灣的未來會如何呢 只能跟各位說 共和黨民主黨 他們都會綁住臺灣的 我們現在看 拜登現在身體已經康復了 康復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 今天也算英姿色色為什麼呢 一路小跑步 從德拉瓦的空軍基地 直接上了飛機之後 飛到了整個華盛頓 但今天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他要談出他的退選原因 談論到退選原因 就不得不來談一件事情 賀錦麗跟拜登的長子 那個叫Bow Bow Biden 兩個人是同學 他們當初一個是德拉瓦州的檢察總長 一個是加州的檢察總長 所以兩個人是同期在華盛頓受訓的 所以對於拜登來說 賀錦麗就像他的女兒一樣 所以今天的整個退選原因 他就說了 要將火炬傳給新的一代 而且他說捍衛民主比任何的一個頭銜還要更重要 可是川普很氣啊 為什麼呢 川普以為他這次呢 成為了天選之人 特別是那個一個彎頭躲過了暗殺之後 他認為他應該是吹孤拉瘦 民調應該要遙遙領先 對啊 結果現在每次的民調出來是第一個互有領先不打緊 而且都在誤差範圍內 哎呦緊張啊 所以川普就說 哎呀不管是所謂的狡詐的一個拜登啊 還是騙子的一個賀錦麗啊 這個時候來來跟各位談一個小故事喔 賀錦麗 他遇到所謂的華人或者是亞洲聯孔的 他第一句話 他會說IM賀錦麗 他不會說他的英文名字喔 那先跟各位說這個原因怎麼來的喔 2002年那時候他在選加州的整個所謂的檢察總長 那各位都曉得喔 其實在所謂的舊金山區很多華人 所以那時候很多的華人看到這個所謂的亞馬加印度裔 感覺卡卡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他們的競選的一個總幹事的爸爸就跟他說 我幫你取了一個新的中文的一個名字 結果他聽了這個名字 聽到那個名字說賀錦麗 不管是錦或者是麗 他們說那個是非常美麗的一個絲綢 而且呢具有智慧的一個象徵 他非常喜歡這個名字 所以呢據傳他跟整個耐清德副總統 那時候兩個人都還是副總統喔 在整個中南美洲參加總統就職大典的時候他也是說 I am賀錦麗 所以先跟各位說他其實在亞洲的人員還不錯 最近CNN最新的一個民調呢 川普是49%賀錦麗是46% 請各位記得喔中間只差3% 這個是在誤差範圍內的 這是只在誤差範圍內的 結果現在呢所有的美國的媒體呢 現在突然間聞到了一個一件事情 哇這件事情是所謂的收視最棒最棒的鐵票區 你知道是什麼嗎 總統辯論 上次總統辯論 各位還記得嗎 川普海淀整個所謂的拜登嘛 那現在呢為了拼收視喔 福斯已經說囉 你們再辯論一次 9月17號在做辯論 那先跟各位談喔 不管是福斯還是川普 這兩個人同編的 對 所以他們兩個人同編的 他們不能說喔你在我的場地喔 沒有 他們說呢 我們定時間場地選在你們家 為什麼呢 特別選在賓州 那為什麼選賓州呢 賓州有19張選舉人票 目前賓州的整個州長是民主黨籍的 但賓州是搖擺州 賓州是搖擺州 所以他們就說要不要拼 賀錦麗要不要接招 這個要來看喔 選在民主黨賓州 共和黨有夠詞耶 當然他們就是希望整個川普 直接進去之後 把賀錦麗直接撕開嘛 但賀錦麗呢 大家突然間發現了 過去太小看他了 為什麼呢 賀錦麗目前的第一場 他的整個頭牌秀出來 四平八穩不搭緊 而且他氣勢非常非常強 他氣勢也很強 好那現在呢 川普發現情況不對 為什麼呢 本來是要距離要拉開了嘛 那現在拉不開 開火了 開火了 他就說呢 賀錦麗啊很危險啊 你們自然這麼差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的親罪不罰啊 他是那種非常危險的自由派啊 他到時候呢 真的來了 我跟各位說 你們這些美國人 特別你們這些所謂的美國袖帶的 你們都會沒工作啊 你們都會開放大量的移工 美國人會丟掉工作啊 然後後面呢 要看為什麼呢 拜登現在喔 心裡很不服 賀錦麗據傳現在的整個競選經費 已經到兩億三千萬美金了 拜登還停在九千七百萬 我不是勝選機率比較高嗎 怎麼會整個經費輸他那麼多呢 他就說 嗯沒有沒有沒有 賀錦麗一定是盜用了拜登的三十億 這個不合法 他要自己去募款才對呀 怎麼可以繼承人家的呢 這第一件事情喔 但現在呢先跟各位說喔 現在對美國人來說 內心喔 內心十五個水桶七上八下 來跟各位談幾件事情喔 川普很狂 但是勝選之後呢 他會不會去關閉所謂的邊境的一個大門 所以最近好多的一個移工 是趕快去卡位置啊 墨西哥的商人也很怕 為什麼呢 現在全世界包括了鋼鐵 包括太陽能 包括汽車 通通都在墨西哥做 那墨西哥做完之後 因為美加墨是所謂的自由貿易區 沒有關稅 可是未來川普會不會去加關稅 這第一件事情喔 那現在呢 川普如果真的把邊境給關起來 先跟各位說 美國都要倒一半 我們說任何工作都所謂的高級工作 跟所謂的入門比較辛苦的一個工作 美國很多入門的一個工作 例如說美國失憶人要不要吃飯 要吃飯啊 這些農工這些木工不管是種田的 種高麗菜的 還是說這些在整個牧場當中養牛養羊的 這些很多其實都是移工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美國其實很多的餐廳呢 他們現在請不到人 所以也都是移工在做 所以簡單的說 美國的企業也非常怕缺工這件事情 所以呢 現在呢 當整個川普喊出 讓美國再度偉大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時候 他們都知道 要嘛就是整個工作 往整個所謂的白人這邊移動 但其實很多白人他不願意工作 如果沒有移工 美國其實很多社會是動不了的 這第一件事情 但川普他也知道他的軟肋 他的軟肋在哪邊呢 川普其實呢 沒有女性票 所以呢 這是我們來看喔 第一個我們來看賀錦麗 賀錦麗他第一個 他對中一定會強硬的 左派女性主義 然後賀錦麗就轟川普說 你啊就是所謂的重罪犯啊 然後呢 現在呢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川普心中一直有個疙瘩 什麼疙瘩 川普上次選舉的時候 你知道啊 他一直拜託說 泰勒斯不要找他麻煩 因為泰勒斯他能夠叫動 四千萬張美國三十歲以下的 女性的選票 真的 泰勒斯目前人在忙啦 為什麼呢 因為他目前正在歐洲印鈔票當中 巡迴演唱 超猛的 先跟各位說 整個歐洲現在是亂成一團了 為什麼呢 因為泰勒斯正在那邊巡迴喔 所以據傳呢 現在賀錦麗的團隊說 到時候放大絕 就把整個泰勒斯把他給叫來 但現在呢泰勒斯還沒來 其他人通通來了 我們先說 碧陽斯喔 碧陽斯在全世界歌后集 這個大家都知道 碧陽斯非常注重自己歌曲的一個版權喔 但是說他有一條歌叫 自由Freedom 他說民主黨可以用 你們可以拿去用 這沒關係 凱蒂佩瑞呢 他之前有一首歌 非常的出名 叫Raw 這個呢民主黨也可以用 這個沒有問題 最近呢凱蒂佩瑞還加碼 印了一個新歌 寫了一首新歌 叫做女性的世界 特別寫一個女性的世界喔 簡單的說 他們現在就是什麼呢 賀錦麗 簡單的說 我們就把整個族群 拿成兩個部分 現在就是拜登 然後呢 老派的 比較落寞的整個白人 那現在賀錦麗就是自由派的 然後呢 跟所有的所謂的女性 站在一起 那現在呢 大家雙方就要壁壘分明了 那壁壘分明當中呢 不管未來誰贏 有一個人一定會哭 誰會哭 習近平 啊對 習近平是一定會哭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全世界 只要在民主國家的獲勝方程式 就是要離中國離得遠遠的 所以呢目前有一個人 他叫做黎安友 這個黎安友很有來頭喔 為什麼呢 哥倫比亞大學是非常好的一個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所的一個教授 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他是亞洲通 所以呢他最近寫了一本書叫做 尋求安全感的一個中國 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從軍事上來看的話呢 目前中國簡單的說 我們跟各位說過很多次嘛 尤其跟各位說 捆農鎖嘛 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越南 加上美國當整個所謂的後盾 鎖住了 所以中國被美軍及其盟友團團包圍嘛 經濟上面對了全球保護主義 現在中國的經濟 我們已經跟各位談兩年了 他過去很棒 現在呢慢慢在衰退當中 所以呢 美中將會發生一系列的一個衝突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要保持他的安全感 他必須要這邊撞一下 這邊撞一下 這邊撞一下 確保中國的一個存在 但這時候台灣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李安友他直接說 台灣目前攻佔了全世界科技的西位 什麼叫全世界科技的一個西位呢 最近美國有一篇文章很有趣 全世界最厲害的幾家科技公司 包括了蘋果 包括了高通 包括了輝達 他們就發現 這幾家公司有超過百分之三十三的採購 都跟台積電採購 也就是說 全世界沒有台積電 先跟各位說 大腦就沒有了 就沒有晶片了 就沒有晶片了 所以台灣攻佔了全球科技的西位之後 氣台論已經不復存在 各位你去想 哥倫比亞的東亞所 這個是亞洲通 他都可以寫出這種文章 白宮會不知道嗎 中國會不知道嗎 所以台灣是重中之重 所以我們要跟各位說一次 台灣非常小 但是台灣非常重要